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8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26.06,收盘价是219.22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6.74,最低价是在218.83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8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07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07倍量增 KD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 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MACD,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8月17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实体中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 那收盘价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然后成交量增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日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 好,这是单一K线的信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K线组合方面 我们会看到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出现的红K 并且成交量是量增 那么这构成了一个叫连三红的K线组合架构 连三红它的特征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实体中红K线 虽然啊中间这根K线的实体部分很小 但是呢实际上它也可以看成是一星二阴的一个K线组合架构 那这两个架构啊都预示着股价后续会下行 那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是连三红 那出现这样的下跌的K线组合架构 日后股价是肯定会下行的 或者说是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 那如果我们说股价出现反弹 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K线组合架构呢 只有后续股价的收盘价重新占上这个连三红K线组合的最高 也就是241才能够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 所以呢呃我们说从K线组合方面也预示着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行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8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 收盘价在219附近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235 实际在8月17日收盘价是在219.22 那我们预测的下跌的收盘价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 在点位上相接近 呃同时呢他们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说呃这个都跌破了我们说的啊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23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已经被跌破的第一个目标 这个水平线先删除 好的 那么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啊 说股价呃是会继续下行的 那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 对于8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 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将会是213是6月6日这根K线的最低 它是股价在上涨过程当中出现回后再上涨起涨一根K线的最低 好我们变换一下颜色 它将是后续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向下来看在5月24日这根K线最低 也就是股价也是在上涨 然后出现回后再上涨起涨的一根K线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标出一条水平线 好 这也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 那么但是呢我们虽然把它称为是第二个目标 但是在这个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 我们还要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位 也就是200关口 整数关口 我们设定200 这个位置是股价下行的目前的第二个目标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关口 好 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如果跌破了第一个目标213之后 在到达200整数关口之前啊 会有250均值 会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焦点 对 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 也就是跌破了这两个位置 有可能才会到达200关口 同时200关口也是强支撑 所以我们说股价继续下行下方的支撑也是很多的 好 那么对于目前股价的下行的目标呢 我们说是有213200关口还有就是178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再回顾一个信息 就是8月17日的这个收盘价 我们刚刚说了跌破了 我们原先设定第一个目标就是223 对这个目标 那223呢实际上它是股价自4月27日以来一直到7月19日这一波涨幅的中线 嗯也就是它的50%的成本线 那这个通常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中线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 它将是强支撑一旦这个强支撑被跌破呢 那我们说的跌破是指的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 对 那么股价会进入更深度的回档 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后续啊 至少会测试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趋势线 对和当日可以交点或者说是200关口 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223这个信息的一个补充说明 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股价如果在日后出现反弹 那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第一个目标 我们要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我们要从234 这根K线的最高 对我们要调整到8月15日这根K线最高 在241 理由就是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 这是连三红或者叫一星二音 这是一个下跌的K线组合架构 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反弹 一定是要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 所以第一个目标是241 那如果日后股价能够占上241 当然在到达它之前 我们会看到有5日均线值 10日均线值将成为压力 那如果能够占上它 那股价将会继续反弹 接下来的目标是252 是8月10日这根K线的最高 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股价上行第二个目标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股价后续反弹 如果能到达这个位置或者占上它 其实也就是重新占上了20均线值 那通常股价在回挡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反弹 能够重新占上20均线值呢 它将会有转为多头的可能 所以说252 第二个目标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占上它 将会转为多头趋势 那股价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那继续上行就是上方的299.29 占上299.29 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对好我们会看到目前这个股价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答 好那对于上方的目标就是 241占上它瓦解下跌的动能 然后呢 第二个目标252占上它会恢复多头趋势 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99.29 当然我们看到在到达299.29之前呢 上方的各个红开的高点都会成为压力 包括这个缺口 还有这条趋势线下行趋势线 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高点定义的头头低的下行趋势 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一波涨幅 就是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涨幅 到了7月19日 其实也是在这个趋势线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 所以日后啊 其实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 说转为多头 那它的目标呢 上方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去瓦解这两个三个高点定义的这样的一个下行趋势 好 好 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8日盘中 我们要关注的点位 之前的视讯我们给出在8月17日盘中 我们要关注前低是在225附近 对 就是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反弹 否则会出现下跌 那对于8月1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也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是在219附近 那在8月18日盘中我们认为股价只有在前低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说是横盘 否则股价将会继续收跌 就是继续下跌 这是我们把它设为观察位的原因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对于8月18日开盘之后 我们认为一定会有空头继续进场或者加仓 他们的目标位 我们认为目前是下方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 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8月17日这根K线的最高是在226附近 同时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首五均 那如果股价高开出现反弹 或者说是日后股价反弹之后 那我们认为在226一直到上方的241 在这个区域一定还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 他们的目标位同样是下方的趋势线 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首20均线值 是在249附近对于8月18日来说 当然日后这个20均线值会继续下行 对 好 那这是我们对股价的叫做技术上的操作建议 那对于空头 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位置在8月17日收盘价 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强反弹或做多的 对 对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 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 好 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 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 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 谢谢大家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在226到228之间 它包括前高 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 在236附近 我们把它和这根K线的最高234合并 就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第三个压力位 是241这个位置 是这个连三红的最高 第四个压力位 我们给出的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 在249附近 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213 然后是200关口 对 我们先给出这两个支撑位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8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 如果继续下行 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或者是一个小幅的很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1 最低下方会到达212 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会收在213附近 那它的条件 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1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 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 如果出现横盘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6 上方最高会到达223 然后收盘会收在220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出现横盘向上的条件呢 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6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 也就是我们认为出现横盘向上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会出现一根休息的K线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